多年来都习惯半夜看康熙来了 在闹哄哄的节目生理排空白天的所有焦虑紧张 在康熙各色嘉宾的欢笑声里安然睡去 某天夜里看到小S半开玩笑的说 人到了40岁就要准备几件黑衣服了 令观众和网友非常可惜的是 这位著名的主持人在已经去世 据蜥蜴人罗佩颖在8月3日晚被发现去世 终年59岁 警方根据罗佩颖遗体上出现的尸斑研判 其死亡时间超过两天 遗体当时身穿睡衣到坐在窗边 嘴角边有不明白墨 现场无打痘痕迹 警方推测或违簇 死 具体原因也正在调查之中 据罗佩颖的好友相警方透露 他生前有吃安眠药的这个习惯是否为药后人发阻 死罗佩额需要进一步确认 晚间与他同时期出道的艺人曹西平连续在社交平台发布多条动态悼念 曹西平大喊你醒过来啊你起来啊 难掩不舍情绪 观众和粉丝知道后也是纷纷感到惋惜 毕竟他年龄也不算太大 这样突然离开太可惜了 粉丝也纷纷留言道 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多希望是假的啊 最后一条微博还在互动太喜欢他说话生活的方式了 一路走好会一直记得你的美丽与洒脱 还有一些网友也不禁发文感叹道 太突然了 7月31日还在和网友互斗 以前看康熙觉得罗姐是很洒脱很自由很敢讲的一个人 没想到会这样 姐姐一路走好 以后可能不敢把康熙拿出来欢乐的看了 高颖祥留珍罗姐安君灿 太让人伤感了 突然醋 死和脑血管疾病 心脏疾病都有直接关联 比如脑出血 就是特别可怕的一种疾病 严重的患者根本来不及进入医院 就已经失去了生命 还有心血管疾病 也是醋 死发病率很高的一种疾病 作为健康人要了解醋 死的一些执照提前进行醋 死处置完全可以救自己一命 在下面内容中就具体介绍了醋 死前征兆和信号有哪些 醋 死前有四个明显征兆 出现了心慌 如果出现心慌 这是心脏出现异常的表现 往往就是醋 死之前的征兆 虽然多数人出现心律异常不会出现醋 死 但如果是频繁性的出现 而且不断的越来越严重 就会引起是颤发生 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出现醋 死 死就能夺走人的生命 出现心慌 这时必须要引起注意 尽快到你的全面检查 查处 领域 尽快的真正心治疗 而且在平时还要引起重视 在饮食方面要尽快调整 锻炼服务 不要过大 要力气地进行检查 二 近期老是出现胸闷 如果出现了胸闷 也是醋 死之前的一种征兆和信号 有的虽然通过休息可以缓解 这样的一种醋 死征兆 有可能是得了冠心病 甚至出现了冠状动脉硬化 随时都有可能破裂 出现急性的醋 死 也是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 感觉到胸部特别闷 感觉有憋气的这种症状 往往就是醋 死征兆 必须要通过药物控制 以及手术治疗 三 出现心跳加快 以及晕厥 也是醋 死前的征兆心脏跳动的次数 必须要保持规律 每分钟50-60次 当心脏跳动过快 超过10-4分钟 以及更高 还出现了晕厥 这就是醋 死之前最明显 如果不引起重视 往往会引发心脏骤停 出现了心跳加快 或者是心跳特别慢 还出现了晕厥 这是典型醋 死之前的执照 为了避免醋 死出现 要尽早的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确诊和脑雀管有关联 必须要通过药物以及手术进行治疗 罗佩颖 罗佩颖三日晚去世 嘴角边有不明白 在墨 曹西平大喊 你醒过来啊 其实罗佩颖还曾经参加过刘真的葬礼 如今他自己也这么走了 相信在天堂哪里 他们也会成为最好的闺蜜 成为最好的朋友 一路走好罗姐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